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视野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周最新的东北亚药文 韩国统一部于当地时间26日说 朝鲜于24日下午向开城工业园区的管理委员会发来通知称 将实施去年朝鲜单方面修订的开城工业区的劳动规定部分条款 据介绍这条条款包括了从去年的3月1日起 将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鲜工人最低工资从每月70.305美元提高至74美元 据介绍朝鲜还在通报中要求上吊含起向朝方的机构缴纳的社会保险金 照期推算韩国企业为每位的朝鲜工人承担的费用 将从目前每月的155.5美元增至164.1美元 韩国统一部的官员表示 韩政府当天向朝鲜发送转达立场的通知 韩政府还在通知中提议双方与下月举行相关会议 商讨园区的薪资体系和园内的运营相关制度等问题 但遭到了朝鲜拒收 在朝鲜拒绝接受韩方通知之后 韩方通过口头朗读通知的内容的方式向朝方传达立场 近日韩国新国家党党首金武新积极评价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构想 他说这是积极的改革开放政策 韩国各界也都很关注一带一路的构想发展 并希望早日实施 春节期间韩国新的国家党党首金武新在首尔举行了 2015年首次面向外国记者发布会 金武新表示 韩中两国1992年建交 习近平主席和朴槿惠总统几乎同时开始了五年任期 在新一届两国政府首脑上任之后 在两年期间通过两国领导人的频繁接触 建立了信赖和战略对话机制 他表示 作为执政党党首 他非常地看好近年两国关系发展前进 这种境内颥和沿关系陆导人的策略 指标准备会发展nant进一顶 一顶多发展 金五星表示2014年10月 他来中国与习近平主席和中国领导人 进行两党之间的争策对话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 是创新经济构想 希望尽早实现这一伟大构想 他说中国有一带一路 而韩国有黄海丝绸之路 所谓黄海丝绸之路 是把韩国西部城市与中国的山东省为海市 由火车轮渡或隧道相连接 进而打通欧雅道通道的构想 这恰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不谋而合 他很关注一带一路构想进展 并希望早日实施 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即21世纪协设计划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世界物业和大外经济革大等 中国经济的更正性效果 都能够打进行政策 这就是 韩美联合司令部和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 于当地时间三月二日 在韩国全境正式的启动代号为 关键决断和突救的例行大型联合军事演习 朝鲜对此回应说 军演侵犯了朝鲜自主权和尊严 朝方不会袖手旁观 朝中社的报道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 在1号的声明中表示 美韩不顾内外强烈反对 于2号强行发起了冒险性的关键决断和突救联合军演 持续到4月24号的这次核战争军演 其目标是朝鲜半岛有事实 美军可以迅速地投入并展开作战 由联合军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以肃清朝鲜领导层占领平壤 朝中社二援引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的话说 美韩不顾朝方的强烈反对发起联合军演 是对朝鲜自主权和尊严的侵犯 是敌对势力对朝发起的不可容忍的战争 朝鲜半岛局势再次进入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 韩美应立即停止军事演习 发言人说朝鲜革命武装力量 绝不会对这次的演习袖手旁观 朝鲜的陆海空网络攻击等武装力量 正时刻对准既定目标 无论是常规战争核战争还是网络攻击 朝鲜都将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坚决回击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爽 此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本次关键决断和突就的演习 是防御性的例行演习与朝鲜无关 今年年初以来朝鲜一直谴责 关键决断和突就式侵略战争的演习 强烈要求韩美停止演习 朝鲜医院还提议 朝鲜暂停核试验以换取美韩 来暂停此次联合军演 但遭到美国和韩国拒绝 据韩美报道 韩国国防部表示当地时间2日凌晨 朝鲜向朝鲜半岛东部的海域 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 朝方的有关人员表示 这是朝鲜对2日开始的 韩美的联合演习提出的武力反对 请看报道 韩联社报道 关键决断从3月2日持续至13日 大约1万名的韩方和8600名的美军人员参加 这主要是用电脑模拟的方式 进行联合指挥所军演 测试各种场景 以促进韩美军方的联合行动和作战能力 在演习过程当中 韩国军方联合参谋本部在指挥行动方面 扮演主导的角色 韩美联合司令部说 美方今年首次派遣了 3450吨自由级的沃斯堡号的 冰海战斗舰 参加此次关键决断演习 这一战舰搭载了MH-62直升机 无人侦察机 57厘米的 口径自动武器和导弹等 突救的演习时间为3月2日至4月24日 大约20万的韩方和3700名美军人员参加 这是动用实际兵力和武装的野战训练演习 涉及了海洛军三众 另外澳大利亚 加拿大 丹麦 法国和英国将派遣少数兵力参加演习 同时 朝鲜停战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瑞士和瑞典代表 将观摩 以确保演习不会违反朝鲜的停战协定 按照韩朝社的说法 韩美的提前举行突救系列演习的一部分实属罕见 韩国军的一名官员说 鉴于美方舰艇的访韩行程 演习不得不提前几天 今年年初以来 朝鲜一直谴责了关键决断和突救式侵略战争演习 强烈要求韩美停止演习 朝鲜1月还提议 朝鲜暂停核试验以换取美韩暂停联合演习 但是这项决议遭到了美国和韩国的拒绝 朝鲜一贯主张 美韩军演是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 是对朝鲜的军事挑衅 停止军演是改善韩朝关系的先决条件 朝鲜官方于当地时间3月3日宣布 正式解除大部分的国家入境人员的防范 埃博拉的隔离措施 但来自7个非洲国家的入境人员 仍需接受隔离及观察 朝鲜非常设的国家紧急防疫委员会 3日向全国的驻朝外交和国际机构代表处发出召会 召会说 来自吉尼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 吉尼亚、比绍、塞内加尔、马里和科特、迪瓦 共7个非洲国家的入境朝鲜人员 仍需到指定地点接受21天的隔离和医学观察 来自其他国家的入境人员无需进行隔离 可以在朝鲜境内正常活动 平壤的树安国际机场工作人员3日说 已于2日下午接到了保健审关于解除隔离通知 2日下午 正好有一班从俄罗斯、富迪拉、底沃斯克 飞底平壤的飞机 这些乘客无需再进行隔离 分析人士认为 隔离措施给朝鲜经济和对外交交往 带来一定冲击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朝鲜为了改善经济状况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扩大对外交流 做出了解除埃博拉隔离措施的决定 为防止埃博拉的病毒入侵 朝鲜于去年10月成立非常设的国家紧急防疫委员会 来指挥全国防疫工作 特别要求加强边境口岸的检验检疫 去年10月底朝方召会各国的驻朝外交和国际机构代表处 要求所有入境朝鲜的外国人接受21天的隔离和医学观察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马利哈夫于当地时间3月2日称 美方鼓励朝鲜采取措施来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针对朝鲜当天发射短程导弹报道 哈夫在例行星会公发布会上说 发射如果得到证实则意味着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同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 韩国国防部说 昨日清晨朝鲜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一尾飞矛推导弹的短程导弹 此举似乎意在抗议当天举行的韩美的关键决断和突救联合军演 针对美韩开始例行大型联合军事演习 朝鲜万物审发议人当天表示 美韩联合军演是以搞垮朝鲜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 不可容忍地对朝侵略的行径 美国企图通过军事上持续打压朝鲜 借年度的例行防御性军演的民意 致使朝鲜放松对沿袭警惕 然后对朝发动袭击 以上是环球视野之东北奥文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的东北奥要文 普京提醒乌克兰及时缴纳购气的预付款 请看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时间25日说 乌克兰向俄方缴纳的购气预付款 只够支付3至4天的进口天然气费用 如果乌方在现有的预付款后不继续缴款 俄方将停止向该国购气 普京当天在于到访的塞浦路斯总统 举行会谈后对新闻解说 俄罗斯天然气的工业股份公司 完全履行对污天然气出口合并规定的义务 如果乌方不及时缴纳预付款 俄企根据该合同及附件所规定将停止对污输气 普京指出近一段时间俄气积极与欧洲伙伴沟通情况 力求妥善地解决上述问题 俄方不希望采取队伍断气这样的极端措施 但对污持续供给问题将取决于乌方能否遵守财经纪律 谈到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 普京说 俄罗斯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潜力巨大 在和平利用核能等一系列的领域处于时间理性地位 因此 俄欧的经济关系恶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整个欧元区 在中长期失去一定竞争力 他坦言 俄欧的经济关系恶化对俄方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俄罗斯南部的达基斯坦共和国强力部门于2月26日说 俄军警过去两天在击毙的9名非法武装分子 执行反恐任务的军警有一人殉职另有一人受伤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援引了上述机构负责人的话说 25日凌晨强力部门在达基斯坦共和国 克兹勒优尔特区展开了反恐行动 两天里共击毙了9名非法武装分子 反恐行动26日晚暂停 将于27日继续展开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 仍有一名非法武装分子藏匿在该地区森林之中 打击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的北加北高加的索邦连区 该地区非法的武装活跃是暴力和恐怖袭击事件多发力 近年来 而政府加大对该地区非法武装的打击力度 多名的重要匪首被击毙或者逮捕 俄罗斯反对派的领导人前副总理 涅姆·佐夫于2月27日晚在首都莫斯科市中心遭不明身份的人员枪击身亡 在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饱受西方制裁 国内经济陷入困境的背景之下 这起事件的外衣效应备受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涅姆·佐夫于害案是对俄领导层发出挑战 但俄当局有能力管控好此次事件是对国内局势产生的负面影响 枪见发生之后 俄总统普京迅速地责任有关部门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案 并要求该小组随时向他汇报调查进展情况 普京随后在发给涅姆·佐夫的母亲的慰问殿中表示 俄有关部门将近一切努力 使事件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受到应有惩罚 涅姆·佐夫于害之后 而反对派取消了原定于3月1日 在莫斯科马里伊诺区举行的反危机大游行 改为当天在莫斯科市中心为涅姆·佐夫举行的悼念活动 莫斯科当局迅速批准了游行申请并采取严密的安保措施 使数万人参加悼念活动总体有序地进行 而政治学家孔科夫认为 反对派和执政当局迅速就举行悼念游行事宜达成一致 是二者之间展开对话的积极步骤 公正的俄罗斯党领导人米罗诺夫指出 凶手希望以此造成俄国内的局势混乱 在当前条件之下 民众保持警惕和平静 是回应挑衅者的最好方式 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的委员会主席 科萨·切夫认为 一些势力试图把聂母佐夫被害与俄领导层联系在一起 这是毫无根据的异端 俄领导层和俄国家形象不会因这起案件而受到损损害 去年3月以来 西方国家因乌克兰的问题对俄实施了多轮制裁 俄罗斯也举行了反制措施 制裁战与国际油价下跌因素叠加 使得俄国经济陷入困境 经济形势的恶化对百姓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面对外来压力和国内接近困难 普京的支持率一直保持高位 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 普京今年2月底的支持率达到了86% 比去年1月份高出20多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指出 普京的支持率飙升 与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和普京 在乌克兰问题上所持立场有关 俄罗斯民众真是现在的稳定生活 而且认为这一切得以于普京推行的政策 去年以来 而当局出台多项的旨在维护社会稳定的举措 立法机构也不断的完善 有关非政府组织 长春火车站迎来了劫后的客流高峰 青年志愿者温情服务 请看报道 俗话说 369往外走 27日是农历大年初九 由于探亲返程 学生返校 务工等多股客流叠加 长春火车站迎来了劫后客流高峰 预计全天发送旅客8.4万人次 记者在长春火车站看到 来自长春各高校的学生 在春节期间来到长春站做大学生的青年志愿者 为南南北网的旅客提供导购 导乘 咨询 秩序的维护和重点帮扶等服务 从2013年开始 连续三年春运志愿服务 经理让21岁的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的学生 张伟奇 成了长春火车站青年志愿者团队中 不折不扣的元老 我们主要负责的有在售票厅帮助旅客取票 然后购票帮助旅客解答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在后车大厅来帮助旅客去找检票口 通过实名验票 然后帮助重点旅客处理一些应急的问题 还有安检的地方帮助旅客服务一下行李 主要今年我们还赠设了一个英语服务台 还有手语服务台 来为更多群体的旅客来提供帮助 自动售票机减少了旅客排队购票时间 改建后的长春火车站 为旅客营造机场般的后车环境 据了解 从2月4日春运第一天起 张伟奇就和其他89位志愿者一起 在长春火车站开始了 为期40天的春运志愿者活动 在春运的繁忙之中 除了铁路职工默默牵手之外 每一名志愿者都是一个服务的窗口 是一个诚实文明的传播者 这些志愿者们 用自己微薄的力量 在奉献爱心的同时 也收获了幸福 收获了快乐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 辽宁辅顺颁奖百姓雷锋 2月28日在勒锋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 辽宁省辅顺是作为雷锋的第二故乡 在辅顺雷锋团 分别授予了10名个人百姓雷锋 和5个团队的百姓雷锋团队的称号 同时启动了雷锋精神种子工程 从2006年开始 辅顺市开展了每年一届的百姓雷锋的评选活动 至今已是第9届 共评选出来来自基层 民间的百姓雷锋 年度人物93人 孙哲是今年百姓雷锋的获选人 他曾以志愿者的身份赶赴了汶川地震参加救援 在那次一百多天救援当中 他领略到了心理重建在当今社会发展中 或许更加需要人们关注 在那一百多天当中 我看到了灾区群中的生活状态 他们的生活状态让我特别的揪心 尤其是他们的精神状态 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深深的触动了我 让我发自内心的觉得 心理疏导工作真的很重要 福顺市委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百姓雷锋已经成为福顺的城市名片 近百名学雷锋先进个人和集体 已经成为福顺城市精神代表 百姓雷锋为广大干部群众 矗立了一批又一批的 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现实榜样 确实让雷锋精神成为城市精神的一面旗帜 汇集环球视野 传媒多方智慧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视野的主要内容 更多新闻消息请您登陆www.channelj.com 我是书录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